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落云宗杭力对古剑门摇风 随着大汉的声音划落 从落云宗和古剑门队列中各走出一名弟子出来 一看清楚双方对手之后 四周围观的白巧院弟子一阵的骚动和窃窃私语 我没看错吧 啊 这一位是炼气期十一层 另一位是助击期初期 哎呀我说 他们的修为差的也太多了吧 古剑门 背插长短两把剑气的弟子 同样面露诧异的望着眼前的对手 随后脸上轻蔑之色 一闪而过 对他来说 以对方的修为 击败对方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而他的对手 青涩静衣 相貌普通的青年 也眉头紧皱 似乎有些为难和困惑的样子 光照之外 三派的结单期修士 自然不会和那些弟子混在一起 而单独 居在一小片空旷之地 悠悠然然的说着什么 我说段兄 洛淫宗 真打算放弃这次事件大会吗 怎么连这样啊 练气期十一层的弟子 也能通过宗内选拔 不是你们随便拿来操树了吧 那古建门的江云呢 一看见出场的洛淫宗青年 不禁哑然失笑 啊 十一层 不错 记得这位弟子 好像通过宗内选拔的时候 还只是练气期十层 这么快就修为精进 难得 难得呀 红山老者听了对方之言 却不动声色地回答 什么 通过选拔时是十层 段兄 你 你这不是在开玩笑吧 啊 古建门的江云 一脸不可相信的样子 这次 红山老者 却笑而不语 江云见此 心里边也有些嘀咕 不再说什么 开始注意 场中的情形 比赛开始 光头大汗 终于在空中 沉声宣布道 青年一听此声 毫不犹豫的 两斤一怂 顿时 一红一蓝 两把飞剑 同时从背上 击射而出 漂浮在 其头顶上空 同时呢 手中 绿光闪动 一个绿色光照 浮现在了身上 然后 青年才双手 飞快地掐绝 准备驱动 飞剑攻敌 可是 等到熟练至极地 做完这一套的时候 眼前默然出现的 却是多达五六十枚的 痛红火球 这些火球 夹带着制约的火浪 气势汹汹地 向其扑来 啊 这位姚风 大吃了一惊啊 吓得脸色 煞白一片 不过 他不愧为 助机器修饰 对敌的经验 倒也丰富 集中生智之下 想也不想地 放弃了驱动法器 同时呢 身子立刻 往前一扑 诸多火球 从他身上 蜂拥而过的时候 才下了一身的冷汗呢 不过 他因此 也更加怒火中烧 惊怒至极的一翻身 想要重新跳起来 给对方一点颜色看 脑门上 却多出了一个 黑乎乎的大脚 毫不留情地 往下狠狠踩去 顿时啊 这位古剑门的高徒 两眼一黑 就人是不知了 光照外面 是一片华人 目瞪口呆者 是大有人在啊 就是担任裁判的光头大汉 也面带古怪之色 探望了青年一眼之后 才大声地宣布道 洛阴宗 寒厉获上 寒厉神色不变地 对大汉失了一礼 才从容地走出了光照 随后 则有两名古剑门弟子 抢先冲进了场地中 将那轰过去的摇风 抬了出去 然后赶紧想办法 把他救醒啊 这个时候场外的矮小老者 不能置信的两眼圆睁 脸色难看一长啊 他虽然知道 对方这名弟子 能以这般低修为参加大会 那肯定有一些古怪在里面 但是也万万没有想到啊 对方竟会用符 作为攻击手段 而他寄予厚望的弟子 一个照面 就败给了对方 这让刚才还取笑 红山老者的他 脸面实在是难以维持啊 一时之静 尴尬神色 随后浮现在 这位爷的脸上 满肚子的郁闷 却什么话 也说不出口了 呵呵呵 段兄 你们这位弟子 还真有一些意思呀 请一出手 就是数十零十的福 虽有些取巧吧 但能同时激发如此多的火弹服务 手法上还真是下了一番苦功 普通弟子很难这么熟练的呀 父老者看了看光照中 行列的鄙视 哑然师笑道 没什么 我们这位弟子 本身就是一名制服师 使用服攻击倒是很正常的 当然 他能舍得一次用出如此多的服 段某也有一些意外呀 红山老者见古剑门江云吃瘪的表情 心里自然大觉舒坦 但是口里却或真或假的 轻描淡写的说道 哼 只不过是福多一点吧 现在其他人都知道这个手段 下面的比赛 你们这位弟子肯定过不去的 江云还是兴兴的嘀咕了两句 是吗 不过贵宗这位弟子冲过去的身法 倒是世俗间的轻身之术 否则也不可能如此快的 打摇失之一个措手不及呀 轻袍如生 瞅了瞅回到洛云宗队列中的韩丽 丝毫介意没有的点头说道 白道友也看出来了 本宗这位弟子啊 他以前呢是一名散修 一身所学 说老实话是杂了点 让柜门见笑了啊 红山老者露出点意外之色 这没有什么 我以前也曾对世俗界的武技有过一些兴趣 也研究过一点 这种凡人的武技虽然对高阶修饰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若是练气器弟子能巧妙运用的话 还是能平添三分十力的 况且贵宗这位弟子的手法如此熟练 好像经历过不少实战的样子 本门弟子的落败倒也不冤枉啊 就在三派这些高人气定神贤说话之间 场中的裁判已经换成了洛云宗的挥衣老者 他正面无表情的说道 第二场白巧院软天赐对古剑院周序 随着此话出口 从白巧院和古剑门中又分别站出了两名青年 互相施力抱拳之后 就在老者一生开始之下 各自掐绝放出法器斗在了一起 三派的结单修饰 随即就将刚才的比赛制止脑后 聚精会神的关注起这场比试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受韩丽先前之战的影响 这两名弟子明显打得保守了许多 让场外之人看得有些气闷枯燥 最终还是古剑门的剑修弟子技高一筹 用剑气击破了对方的法器防护 获胜而归 后面一场则轮到了洛云宗和白巧院的比试 如此这般第一轮的比试 足足花了两天的功夫才轮过一遍 其中古剑门的剑修实力还真不是吹的呀 除了韩丽等寥寥一些人之外 其他碰到古剑门的两派弟子明显处在了下风 纷纷落败 这种情形的出现总算让那江修士重新眉开眼笑起来 大油出了一口闷气的感觉呀 好在白巧院的几位 杰丹修士和洛云宗的红山老者对此早有所预料 因此虽然觉得颜面不大好看 但是总算能不嫌于色 故作不介意的样子 光从气度上看 似乎远胜矮小老者述愁啊 第二轮比赛 结果一动手之后就先放出飞行法器飞到了半空中 在他想来 如此一来呢 自然可进退自如的躲避杭丽的扶攻击 况且对杭丽的身法之快 他也颇有一些忌惮的样子 杭丽看到这种情形 轻叹了一口气 什么也没说 再次把那个火弹服扔出 结果在此女得意洋洋的 打算避过这些火球的时候 韩丽却两手一掐绝 众多火球在飞射途中 红光一闪 化为了数十只 拳头大小的火焰小鸟 盘旋飞舞起来 白桥院女修士一见此景 吃了一惊啊 再想驱动法器护身的时候 韩丽却根本不再给她机会 表面上装模作样的念动口诀 却只是神念一动之下 顿时所有的火鸟飞舞到了 女修士附近 当即从四面八方直撞而上 这位女弟子虽然急忙借用服 释放出了一层水属性护照 但是哪经得住如此猛烈的攻击啊 片刻功夫就护照碎裂 此女无奈之下 只能马上主动认输啊 此战之后 原来还觉得 韩丽依仗服圣之不武的 其他两派弟子 终于有些动容了 不过其中的一些 身有强力法器的助击器修士 却还是对 韩丽这种爆发护士的打法 明显不屑一顾 五天后的黄昏 云梦山中部 一处依山而立的无名山谷 此谷地处偏僻之地 常年累月被连绵不绝的阴潮迷雾笼罩 可以说是身手不见五指 尸路灰暗至极 而在这些雾器中 毒蝎和毒蛇之类的毒虫 更是数不胜数盘踞其中 而且因为这山谷实在不大 所以即使偶尔有修士 从谷上飞过 非常容易忽略而过 更不会有人会落下看个究竟 但这一天 谷中的雾气 却比往日更加迷蒙 但在山谷深处 一处摆放着看似杂乱 但实际上另有玄机的乱石堆处 忽然又白光闪动 接着两个人影凭空 出现在了那里 这两个人 一位灰灰袍 面目猙獰 另一位青袍玉带 相貌儒雅 这不是古剑门的白兄 和洛云松的语道友吗 怎么 世间大会结束了 乱石堆四周 明明空无一人的样子 却无端传来了 懒洋洋的一个男子的声音 哦 原来今日是岳兄当职啊 大会的确结束了 我二人先过来看看 圣地明清灵水 准备的怎么样了 若是准备妥当 就让那十名弟子 直接传送过来 省得有什么不妥 出了什么意外啊 古剑门的白修士 丝毫意色没有的含笑说道 至于那一旁的灰衣老者 仍然是面无表情 一言不发 能出什么意外 此地光是你我一样的 结单修士 就有三个日夜守在这里 再加上到时候 你们几个人一起过来 还怕一群低级羞士 翻出什么大浪出来 灵眼之术 事关重大 还是小心为妙啊 更何况 明清灵水 滴入唇叶 必须最后一步 才可进行 而一调配完成 就要马上进行洗墓 否则灵晓就会大减 要不我等何必带着十名弟子到了这儿呢 好了 明清灵水 一调配的差不多了 大时候让他们清洗完双目 马上离开就是了 这里静置重重 他们通过传送到了此地 不会知道此地是哪里的 那男子黑黑一笑 非常自信 如此自然最好 玉兄先暂且留下 我去通知其他道友 让那些弟子传送过来吧 白修士微微一点头说道 诶 对了 这次射箭大会的赢奖 还是古剑门吧 那传上的男子忽然想起什么 开口追问了一句 哦 这次大会夺冠的 是我们古剑门的 孟迪师职 恐怕要让月兄有些失望了 青袍如生 微然一笑 哼 你们剑修在筑机器 比我们普通修士实力强一些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但是到了结单期后 谁强谁弱 那可就不好说了 有机会 给你三师兄带个话 月某很想再和他切磋一二的 男子的声音里边 明显露出一丝不服之色 白星如生听了这话 默然一下 随即轻笑一声说道 看来月兄对当年败在三师兄手上之时 还是耿耿于怀呀 不过 恐怕要让道友失望了 三师兄 如今正冲击结单后期的境界 刚刚闭关了 结单后期 闭关 哎 传声男子啊 明显愣了一愣 随后长叹一口气 就再也没有声音传出 古剑门的白修士 也不多说的一台手 一道白光 打到附近一块 看似普通的青石上 顿时 乱石堆中光芒闪动 一片白光涌现之后 此人消失的是 无影无踪啊 这乱石堆 竟然是被巧妙隐藏的 一处传颂法阵 而灰衣老者见对方走后 自己则自顾自的 在附近找块山石 盘膝坐下 传颂镇另一端 白巧院一间面积不大的石室中 儒生身影在白光中 出现在了法镇中 四周站着父老者等三派的 几名高阶修士 怎么样师弟 那边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江修士一剑如生身形浮现 不加思索的先问道 师兄放心 圣地那里一切都妥当了 现在就可以传颂过去 这就好 哎 麻烦段兄 将那十名后辈带过去吧 按照约定 我们三派 各派一名 结瞻修士随行 我们这边 有汪长老跟着 洛云宗也已经有了 与封主了 江兄啊 你们这边 是谁一同前去啊 洪山老者文言 二话不说 推门出去 嗨 圣地有什么好去的 要不是没去过 我看啊 就由白师弟跑一趟吗 江老者却不在乎的回答 也好 记得白道友 虽然没有在圣地当职过 但当初也是世间大会的十名弟子之一 如今也算是故地重游了 青袍如生 神色平和点点头答应 没有说什么 但那白衣少妇却妩媚一笑 来到如生身旁 和他并肩而立 看着那是一副恩爱至极的样子 这个时候 十世外有脚步声传来 洪山老者神色平静的走了进来 后面跟着三派进入前十名的 各门弟子 以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白人修仙传 第365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